给大家分享一个全网最快最好的挂红虫方法 说是挂,实际上是绑 这种绑红虫24小时不撒 而且是特别方便 红虫小人还闹不掉 你使劲暴力的抛头 它也不会掉 我们玩传统钓也都是这么干的 这一座红虫至少得钓石条鱼 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再换 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现在就是为了明天的钓鱼 做个准备工作 绑红虫 现在绑了不少了 然后用的时候拿出一座来 可大可小 绑红虫咱们用的这个线 这是这个纹崴手串 这个弹力绳 详细的这个官方名称 我也说不上来 就是这种小弹力绳 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打一个截 这个截不打死 两个指头 穿过去 捏上两根红虫 然后轻轻一拉这个线 把多余的弹掉 看没有 为了保险 再记一道 好嘞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而且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 做吊的这个鱼的个体 包括鱼的种类 我需要挡大的 你就可以抓一大佐的 一记 看没有 握鱼弹掉 这就一大佐的 可以加固一下 这个红虫啊 你放在潮湿的这种小盒里头 它不会死 保存的时间相当长 如果还嫌小 你可以反复的去绑 能绑这么大一个 樱桃一样 这个一般啊 咱们就是用在这个传统调上 和这个串钩上 尤其打串钩啊 用这个 呃 远头杆 暴力往远头的时候 一般挂虫的 或者用红虫夹的夹 它都会打掉 啊 但是这种 你再暴力 它也不会掉 啊 绑红虫的工作啊 都可以提前去完成 一点也不浪费 多余的虫的 我们抖一抖 弹弹弹线 它就开了 再记一道 好嘞 绑完这个虫啊 看放吧 这个红虫夹里边 放上湿巾 然后呢 这放 别说24小时的 48小时 它都不会湿 随用随拿 特别方便 绑够了 再铺一层 再绑 再铺一层 再绑 咱们从昨天绑了虫子里边啊 随便挑一根出来 往串钩上 这个单钩上一系 系两扣 就一般都脱不了 多余的线筒剪掉啊 尽可能七根剪 这个绑好的虫子啊 特别结实 还扛小人闹 你暴力的抛头都没事 上鱼了 看没有 这都是 这都是地上的虫空啊 你实际甩 它也甩不掉 还抗小人闹 又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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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